这呢是这里面点到系统更新 发现这里好像是最新的系统 10.14的 但是我记得到这个系统 最新的不是10.14 应该是10.15 系统里面经常会跳出这个提示 这边呢也是一样 跟你选择有一个要更新的了 但是点到这里了 就找不到要更新的提示 或者按钮 然后我就在网上去查了一下 它这个最新的系统是Katelina 10.15的 Majiavo这个是10.14的 所以我这个系统不是最新的 然后我就找这个是怎么l更新 更新的方法要哪几种 它可以说找App Store里面的Katelina这个系统 然后打开这里来 叫Get 说Update更新没有找到 这就是有问题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我这边是已经是最Update的了 但是是10.14的 然后我去到网上找了一个重新安装 MyOS的一个说明 这里面它是在你开启重新启动的时候 同时按下Option Combine加2 这三个键 直到出现一个地球 就可以了 这个是从互联网安装进行版本的方法 好开机的时候按着这三个键 直到屏幕出现这个地球在转动 然后我们输入WiFi的用户密码 一定要连网 然后他也会自己在当作文件 这个画的时间比较长 好 在这个页面选择第二个 安装重新安装 然后就出现这个安装的界面 点下一步继续 然后接受 然后就不停的安装 不停的重启 最后就 安装好了 后面过程就很简单了